嗨 Worldbuilders,我是Sami 來看看最新出爐、還熱騰騰的 DARK HERO 和上次的形式一樣 看縮實的同時就聽我講講話唄 有了上次的經驗 這次呢,嗯,有先想設定 記取了教訓 然後畫好雖然 不是很精細啦 但是至少有 暗圖施工的確容易很多 雖然到後來完全不照原先的設定啦 但,嗯,有總比沒有好嘛 這個角色看起來是個很詭異的大叔 身體的比例也弄得 嗯,很厲害 想盡可能的強調瘦高形象 這次stylized 這程度又比上次做那個輕牛更多 不知道算不算成功 但第一次搞,嗯,挺好玩的 是說這次練功 達成蠻多的第一次成就 第一次retuple 第一次手動UV unwrap整個角色 第一次在substance painter裡上stitches 繼續努力唄 這個Dark Hero啊 脖子非常長 長得很詭異 然後他的緊身衣 超級英雄必備的緊身衣 詭異中帶點喜感 然後很大的靴子 反正各種配件都弄得有點 嗯,邪氣邪氣喜感喜感的 原本說好要做一個黑暗 嗯,帥氣的老爺爺 但是最後變成了一個 有種莫名詭異感的大叔 整個老爺爺不起來啊 總之還是挺滿意的啦 尤其是我加了一些小細節 無所不在的logo之類的 嗯,超棒 模型就差不多這樣吧 模型講完就開始我們的閒聊環節啦 首先是令人振奮的大消息 400訂閱啦 感謝每一位支持這個頻道的World Builders 感謝每一位支持這個頻道的World Builders 超級開心 想當初第一次我給這個頻道設定的目標 就是500訂閱 結果呢,就喝喝啦 呃,什麼什麼事都沒發生 但現在這個目標它真的不遠了 B站也一樣快300關注了吧 實在是頗感動 看著它有一天一天的肉眼可見的增長 真的是滿棒的 我看最近新訂閱者的ID好像都是中文名字 讓原本越來越灰心的我 好像又燃起了一絲希望 補充了一點動力 會這樣說其實是有原因的啊 我過去做了不少教學 打著中文教學的名號有人看 所以挺好的 我猜有一大部分的World Builders 是從這些內容發現我的 從數據上來看是這樣沒有錯啦 就是看,呃,觀看最多的那幾支影片嘛 但我一直在想 我做的內容到底該是怎麼樣的 目標觀眾又到底是哪些人呢 要是我純粹做教學 你來就是為了上課 然後學到了 然後上完就走 那去看英文的就好啦 反正我也都是從他們那裡學來的 我做的絕對比不上原版的不是嗎 做技術教學這種內容啊 英文內容的優勢也不用我多說 學什麼東西 你打關鍵字都嘛是英文 真的不甘心只是當個翻譯轉述老師 或是老老實實的去做不怎麼樣的英文內容 然而有人留言說喜歡我教學的講話方式 欸,個人風格是吧?說不定是個好方向啊 也就是說基礎教學該做還是要做啦 欸,這是把新人拉進我這頻道的一個大門吧 能不能讓他們留下來就是看這個東西 接著人留下來之後才是重點 For World Builders不是很假的 還是要多做一些其他不同的內容 欸,各種內容取得平衡才是王道啊 你說是吧 講到這裡 呃,來預告一下 這一次 模型啊 他的斗篷啊 還有他的緊身衣 看起來真的怪尷尬的對吧 做布料和服裝遇到各種困難 無奈之下的妥協 你也看到了,就是這樣 所以我又要開始學新東西了 下一個軟體就決定是你了 Marvelous Designer 來期待一下MD的究極新手教學吧 老樣子給點建議 按個喜歡和訂閱 我是三米 我在尋找World Builders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新手工程 任務 閃 旗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